有个典型例子 有一个山西平遥的老太太 我们说平遥日程商票号总部在这 这老太太呢 整天蓬头购面的严接乞讨 就在这要饭已经要了二天十年了 大伙都知这老太太 突然有这么一天 这老太太到了日程商票号 柜台那儿呢 干嘛呢 从怀里掏出一个抽抽巴巴的一张纸 什么的 当初存银子的那个单据 就存单 这个当时站柜台的人都不感心你 这老太太我认识你 你要饭多少年了 你怎么还能有我们这个银票呢 存单呢 一看这单的数额可不小 一万两千两百银 这可是绝对的大数 要一般人想你这老太太 有这个你也是偷的 再说你来什么假的 抽抽巴巴 这都多少年了 再一看上头的单据写的呢 是什么时候呢 我刚才说这个事呢 是光绪年间这老太太来的 这个银单上写的是同志七年存的 注意啊 老太太光绪年间来的啊 银单上写同志七年存在日程昌张结口分号 一万二千两百银 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 当时这个站柜台的不敢怠慢 赶紧回去找大掌柜 您看看这个 大掌柜说 这个东西咱可得断断 一看呢 上面这个印这那一断 说这是真的 咱问问老太太怎么回事 老太太一说 怎么回事呢 当年他丈夫三十年前 在张结口一带做生意 挣了钱了 把一万二千两银子呢 托付给日程昌票号的张结口分号 往回寄 然后他启程 被山西老家 被平补来 结果半道发病 死到道上了 这边呢 剩下孤儿寡母 不知道这个事 哪知道这个 这这丈夫挣了钱 从日记来 最后呢 乡里乡亲的 把他丈夫尸体拉回来 家里就败落了 这老太太后来没招 就要了饭了 一直到光绪年间 三十年过去了 老太太熟了旧东西 从他丈夫留下的夹袄里边呢 找出了这张单据了 老太太当时就含糊了 三十年过去了 人家还认不认呢 还能给我对了吗 我这个 这都穷成这样要饭的老婆子 人能拿我当回事吗 万没想到人家一对 是真的 那咱们得讲证信 把当年的一万二千两银子 再加上三十年利息 统一拿出来 给这老太太 这个事在行内一下传开 大伙调大拨哥 日升昌真是好样 包括后来庚子年间 八国联军到北京 那很多票号账都给毁了 都给烧了 但是最后只要客户 拿村单过来 马上我就对给你 日升昌就有这样的本事 1900年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日升昌票号 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 他们设在北京的分号 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 甚至连账簿也被复之一具 战乱中 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妻 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 光绪逃往西安 由于仓皇出逃 这些人甚至都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 他们随身携带的 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 一到山西 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由于没有账簿 日升昌就无从知道 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 更无从知道 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 在这种情况下 日升昌票号却没有任何质疑 规定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 不管银两数目多大 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也正是因为日升昌的诚信 战乱过后 当日升昌票号 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 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 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 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 交给日升昌票号 汇兑收存 当时非常讲究这一点 如果缺少这种道义感的话 人们怎么能够相信 把我的钱交给三席票号 完全交给他 怎么能够相信 他又没有国家力量做他的背景 同时当时法律也不健全 我们又不可能通过大官司的方式 请法律来保护我们 既不是朝廷和官场保护 又受不到法律保护 这样的商人居然要做起 异地兑换这样的金融事业来的话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信用 这个信用三席商人居然建立了 所以说这个诚信经营 老字号有一个重要理念